觀眾朋友 暴力壓來囉 GR MN的YARIS 你有看過嗎? 連習宇龍都沒看過 我幹嘛講習宇龍 特地是要去日本找這種車的人 他都沒看過 我告訴你 這一台車厲害了 你上次看哪一台暴力壓? GR YARIS 習宇龍在疫情還沒發生之前飛一趟日本 特地去看GR YARIS 也不過就是一台GR YARIS Mk2而已 那一台車隨時要買 就到處都有 對 它那一台不一樣 這一個叫做 過了六處的每一個都變了 來看這裡 欸 可以靠近一點沒有害羞 可以再靠近一點 可以靠近一點 這又是怎樣? GR MN 這台車連習宇龍都沒看過 不好意思 你都不結話 怎樣 所以台灣改裝就跟他來 這個比我在日本看到的 斯文一點 比較斯文 外觀有點感覺不到他的暴力 感覺不到他的暴力 但是我告訴你 三門YARIS 連虛擬都沒看過 我一直沒有看過 三門的 三門的 你有看過嗎? 曾燕豪也沒看過 你真沒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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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啦 我來錄影前期 不知道誰在外裝是狂飛的 外裝是狂飛的 外裝是狂飛是誰 昨天來前天看 昨天來前天看 欸 為什麼他去狂飛 全世界人都看到 因為是他開的嗎? 我也不知道是他開的 應該是他吧 應該你有第二輛了吧 對 台灣目前 真的目前只有這一台 你如果認識個朋友 你不可以亂虧他 不要說 蛤 能辦法把你買一台YARIS 那個是狂飛吧 是 因為這個就是 收藏了西友星 這個有編號 有研究限量製造 應該說 在國內應該不太會比價 但是我覺得廁所應該不太在乎價錢 在乎這是西友星 所以才會下這個題目 那這台這什麼細節 看節目就會知道 那今天現場有一台 因為這個我們是買不到的 現場有一台 這台我覺得不錯 這個叫ELETRASPORT ELETRASPORT 欸 當然也比較威啊對不對 是 這個動力 對啊 動力一樣都是 905P喔 台灣就有喔 對 好 應該說 目前做這個性能房車的動作比較少 我覺得其他牌子比較少在這方面 所以我們能夠買到 比較性能 比較性能重一點 味道重一點的房車 ELETRASPORT ELETRASPORT 是一個市場上比較特別的定位 告訴你 這台ELETRASPORT 跟外面都不一樣 星雨樓 都會用 星雨樓有開過 這台ELETRASPORT 有啊有 這台ELETRASPORT 我跟你講沒有買到沒關係 一樣250P 一樣有增壓 你說要多一根 你多兩片 多一根喔 我跟妳講 暴力壓就是很多實用 我們認知的實用沒有 但是要去瘋狂的開車的那個實用上沒有 那到底是有什麼樣的區隔 今天晚上就記得鎖定 45頻道這一期之後 才快見到人家囉 See you